他這個耳機就可以聽到避風的聲音 在盜覽人員解說下 信義區泳村里里長許惠蘭等人戴上耳機 仔細聆聽平常在都市裡很難聽到的聲音 殘土的聲音 水聲 鐵撞擊的聲音 水聲比較大 小鳥的聲音 可以 很明顯 所以它代表什麼意思 大自然 耕種 緊接著在蔬食研究所料理老師教導下 信義區區長陳萬寧與里長們排隊領取各項食材 分組製作蔬食料理 來一場創意美食大PK 香Q 甜 都有 以前有吃過這樣的味道嗎 沒有沒有 這是由信義區公所所舉辦的綠色生活探索工作方 邀請里長們到執經館參觀全素食超市與餐廳 體驗五大主題區的互動展覽以及親手製作蔬食料理 希望藉此引導里長們深入探索 減速 節能 循環利用等永續主題 未來有機會 能在區裡社區落實實踐 這個當然也是一個拋磚引玉的效果 希望說里長來這邊 藉由今天一個下午的工作坊 讓這個綠色的概念 能夠更升值他們的心中 那未來我們在辦理各項活動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多思考一下 其實包括說 其實我們在這邊也可以看到他們 他們很多的商品都盡量讓他減低這個包裝 然後甚至他們會大量的運用這個循環的餐具 或者是一些循環的取代一次性的這個餐具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蠻值得推廣的 我們也希望把這個新的概念 讓里長們他們都可以知道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說 里長來看到這些新的這些做法之後 可以把這些東西能夠帶到我們里內去 讓這張環保永續的概念 可以落實在我們很多區里活動裡面 對於區公所舉辦這樣的參訪活動 過去就曾跟慈濟等單位合作過的 中型里里長林美軍覺得收穫很多 中所他辦的這個活動我覺得是真的很好 因為由我們里長這一邊先來這一邊體驗 那這樣一個永續 然後又是一個綠環保的一個概念 我們其實以前 中型里就已經有跟慈濟合作過 七月吉祥月 那建由吉祥月也可以去推廣蔬食的一個活動 然後給大家更健康的一個身體 那更環保的一個社區 新一區區長陳冠林強調 新一區是台北市的商業中心 與時尚重鎮 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 如何落實環保永續 讓市民享受律師生活 是北市府的目標 因此邀請里長擔任先驅者 深入基層以實際行動 落實環境永續 讓新一區成為永續發展社區的領頭羊 新一新有新有新 記者張祈騰台北報導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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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